HELLO 大家好 我是慘妹 8月6日是我們生活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裡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訪我們 除了探訪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 給大家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生活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都見不散 除了貓山王和黑刺榴蓮月餅之外 還有超級香港特色的霜王蓮蓉月餅 還有同一個牌子的流心奶黃月餅 即日開始接受月訂 280元一斤的完美花旗心已經很划算? NONO啦 可以再划算 我們圓粒的花旗心一斤都是480元 是不是划算得爛呢? NONO 可以再划算 今次我們有整條樹枝比手指的花旗心 一斤都是280元 280元 今次大家快點來買啦 大飛翰天下 沒有什麼新聞今天可以慢慢做 昨天勉強做到九條片 今天可能做六條片 留待今晚一天不閉嘴說香港事務 有件重大的法案是影響全世界 包括美國和中國 現在這條法案 會令到中國可以再延續多幾年 在經濟上高 在經濟上不會馬上倒下去 美國的參議院 表決通過了拜登總統提出的規模 四千億美金的減低通脹法案 事實上這個名字很聽 事實上它是刺激通脹而不是減低 但是換了名字 這樣有人信就可以了 經濟通脹法案 經過參議院72小時的馬拉松辯論之後 星期日這個法案進行投票 結果50對50 而由副總統何錦麗 神聖的一票一壓下去 就變成了民主黨51 共和黨50 當堂麥康奈爾這些建制派 即時臉弄弄 事實上又說人家騙他又說成 不要這麼天真 由特朗普 即是當日的選舉上高 你們站在民主黨那裏 其實這些由頭到尾 都是跟他們行鞋一氣的 你為什麼搞這麼久才通過 全部就是因為有一個民主黨的溫和派 萬青 這個議員他不肯 跟拜登妥協 為什麼 因為他的州份本身就是出產煤炭的大州 如果你通過這個法案 就是告訴他們 這個清潔能源法案 就會導致他們這個州份的利益 受損害 結果不停拉腳拉腳拉腳 到 昨天 民主黨 民主黨多黨派領袖在參議院 舒默 和萬青經點數 跟著就通過 就50 對50 跟著人家 50加1 多了個賀錦麗 就通過了這4000億美金 事實上是3700幾億 這個是之前2萬億援助法案的其中一部分 當時否決了 現在只不過借私還文再出 因為大家都明白 拜登幕後的就是一些清潔能源公司 這個法案 扔多3千幾億 明明有便宜的東西不用 你還要搞貴的東西 而貴的東西 就是說清潔能源 究竟有沒有用呢 只是你美國搞 全球不搞 俄羅斯不搞 伊朗不搞 中國 印度不搞 得利搞 那我問你了 對全球的氣候或者清潔能源 碳排放 那怎樣呢 這個就是民主黨 因為他們太多的利益在這裡 而更重要的就是口號式自覺 漠視了真真正正有需要的 就是現在美國的通貨膨脹 只要通過一條法案 重新將醃癌器擺出來 全球的經濟 所有的通貨膨脹即時就降溫 但是你做戲 你寧願 肚頭灰臉的去沙地阿拉伯 見到沙地王子去求人 來增產 搞不定 而自己明明可以創造到就業 創造到低油價 減輕通脹的方法 你不做 今時今日 就說減低通脹法案 事實上大家都明白 風力火力 油電車 電車這些 是相對貴的 誰不知貴 因為到現在都不能夠確定到 而也都沒有去到一個這麼普及的階段的時候 你貿貿然廢除了你們自己應該做的行業 而去做一些沒有把握 而更重要的就是當全球 碳排貨只有你美國 拜登減 那對他們有什麼用 當然了 萬青這條這樣的 有 擺到明 就賺著數 你自己的州份 就是出能源出煤炭 最主要的州份 你作為他的參議院 根本上你就放棄了你自己的選民利益 而麥康奈爾拍下頭 哎呀 慘了 你竟然騙我 就是一幫小丑在那裏做戲 這個就是左搖右擺 利益先 跟著 蒙混過關 但是最緊要有人信 那你說為什麼要關中共市 很簡單 現在 美國的太陽能面板 或者各方面 甚至 汽車的電池 都還在 中國的手裏面 如果到今時今日 你要 做這些事情 扔這麼多錢 下來推動的話 這樣 你不可或決的 就是要扶植了中國的工業 令到他們繼續生產 直到你找到下一個替代 國家 現在都知道中國的出口 危危乎 一個動態清零 打了下來 跟著全球圍堵 在外交上高 軍事上高 南海上高 已經齊腳 跟中國在叫板的時候 拜登做這個 就是等同放生了 中共 起碼你找到替代的能源的時候 它依然獨大 大家都要明白 全球 世界工廠這個名字 不是摧 全球 大概有四成幾的生產力 現在還在中國 為什麼中共這麼強硬 就是有四成幾 包括台積電 三星 你都要依靠中國市場 你要替代中共 你不能夠一時三刻做到 但是你這裡 就等同放生了中共 這個就是拜登 做什麼都是 講完就當做了 一些反對意見聽不入耳 最重要的就是左搖右擺 今天就做這些 明天就做這些 事實上 一個貪腐家族 包括佩洛西 包括拜登 包括奧巴馬 包括克林頓 這些貪腐家族 所控制的 美國民主黨 就是這回事 當然 還有共和黨 這些建制派 在這裡頂住頂住 這個法案 現在還要交給眾議院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民主黨在眾議院 是佔多數 多你五個席位 就是多你五個席位 那你可以怎樣 尤其這個法案 只要過半數 就能夠通過的話 只要去到眾議院 一簽名 佩洛西拍板 對比拜登 拜登必然簽 因為拜登的選舉 的經費 還有他後面頂住他的 就是這些 潔淨能源的公司 和過往不同 過往你看到 尤其共和黨 就喜歡搞一些武器 賺錢 第二就是什麼 軍火箱 第二槍會 更多的 就是中東的石油 而拜登民主黨的 他們這幾年 為何不停地叫做環保議題 因為他們背後的金柱 就是這些潔淨能源公司 民主國家 有時候見到左膠 為何這麼不喜歡 包括 好像佩洛西 就是這樣 人大了 看的東西 沒有那麼單一 也都不是受特朗普影響 而是 你明明可以降低到 全球的通貨膨脹 但反而你還要刺激他 繼續高升 跟著 還要說 你的對手是中共 而是你容養他 讓他可以 繼續這樣 成為了 世界工廠 當然你說很多廠 是走著走著 但是 他又給了另外一條 生命線 差不多四千億美金 流向有幾百億美金 去買中國貨 這條數 就已經令到中共可以走下去 而最新的數字 最近 中共的外匯 是回升超過了三萬一千億美金 多了幾百億的外匯儲備 那你就明白了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批創 代表安天下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